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成了长假期间人们走亲访友或聚餐桌上调侃的话饼 也让中外的央视观众亲眼见识到了大陆百姓是如何被幸福的 文章说 你幸福吗 这个话题的答案就像一首歌里唱的老百姓心里有感称 富豪吃着鲍鱼会很腻 民工啃着馒头会很香 贪官搂着二奶会很累 愤青没有婚房会很烦 正所谓幸福是一种感受 每个人各不相同 不管怎么着 央视已经把你幸福吗 从大江南北到婚房春社 从学贤儿童到时荒老人都问了一个遍 大有取代国人日常问候语 你吃了吗之事 可如此辛劳关心别人幸福的央视 你自己幸福吗 每天都跑着各种各样的会议 做着几乎年年岁岁不变的官样报道 不厌其烦的说着岁岁年年相同的官话套话 央视 你幸福吗 面对大事小事 好事坏事 面对高官百姓富豪贫民 每一句不该说的假话 你说了吗 每一句该讲的真话 你讲了吗 面对天灾人祸 几人到几十人瞬间丧生 几个到几十个原本完整的家庭瞬间破碎 不管场景有多惨烈 不管亲人有多悲痛 你们在报道的镜头前仍然淡定的说着死者家属情绪稳定的时候 央视 你幸福吗 面对着你们的电视镜头 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越来越激烈 强烈抗议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红潮在国际上的敌人越来越多 盟友越来越少 身为国人魂牵梦扰的钓鱼岛 似乎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面对这一切 央视你幸福吗 台基网有篇文章 对中共公布薄熙来的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罪名评论说 薄熙来的多名女性一经披露 广为传播 至今风头不减 使得她的其他罪恶反而黯然失色了 看似一夜账目不见泰山 其实这正是统治者的精明之处 因为谈性而止于性是最保险 最允许说是最不容易被敏感的 说不定用多名女性来吸引大众的目光 以避开更深层次的合理演绎 这是政治上的巧妙构思和精心设置 那么我们不妨从俗 不妨从薄熙来的多名女性里再看一看 究竟还能发现些什么 我想多名女性既所以与薄熙来发生和保持关系 绝对不会是看上她风流潇洒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潇洒又能潇洒到哪去 无非是位高权重 有不菲的交换资本而已 既然薄熙来的衰老之躯不是交换的资本 对女人也够不成吸引力 她总得付点别的代价吧 这代价是什么呢 我以为人们与其在多名女性的数量和视谁上饶舌 不如关注一下多名女性用性交换到了什么 如果多名女人中有人并没有 也不想用性从她那交换到什么 其中定有迫于淫威 违背心愿的情况 这很可能就构成了文强式的强奸罪 假如性交换到的东西不是薄熙来个人的 而是权力攫取的 就成了权色交易 一个性里隐藏着多重罪行 也只有权力才有这么大能耐 怪不得她有千古不衰的魅力 接下来就要看法律了 她是不是千古不变的呢 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 中国患上了腐败综合症 主要症状是 一 无官不贪 制度漏洞多 群租空间大 贪腐无底线 金额无上限 腐败记录不断刷新 任何高薪都无法养帘 二 官官相护 中国已经到了随便扔一块砖头都能砸到贪官的程度 但官员之间都互相利用 心照不宣 三 案发偶然 反腐积无力 案发成为偶然事件 贪腐依然肆无忌惮 推荐